博阿斯下一站正式曝光,成黄马候选主帅,前上岗主帅有望在就业。 上海上岗可谓是2018赛季最有贞观希望的中超球队,新赛季联赛11轮战霸,球队已经稳稳占据榜首的位置。 虽然在亚冠比赛中遭遇淘汰,但相比于广州恒大来说,球队仍然在联赛得足鞋杯的比赛中拥有夺冠的期望,佩雷拉率领的上岗正在一步步接近冠军奖杯。 然而就在球队战绩一片大豪之际,前上岗主帅博阿斯无疑再度引起了球迷的关注,因为在他任上三线都与冠军擦肩而过,而这一次在他离开之后却又重演夺冠希望。 不过,自从离开上岗之后,博阿斯一直潜负在家至今还未找到新的工作,但据相关消息称,他已经有望再度出山了。 根据西班牙媒体阿斯道的消息,前上岗主教练,葡萄牙人博阿斯已经成为了皇家马德里的候选主帅之一,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执教西甲豪门黄马俱乐部。 报道还指出,如果博阿斯到来的话,他也有可能促成球队两大巨星流队,这两人就是近来传闻将要离队的西多和贝尔。 在执教上岗期间,博阿斯也以他的坏脾气给中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,即便走后也在众多场合吐槽中超。 说起他的教练生涯,博阿斯曾经在波尔图、切尔西、托特纳姆热次和圣彼得堡等欧洲球队执教,尤其是在波尔图执教期间获得辉煌的战绩,但在切尔西、热次和上岗任内并不成功。 继广州恒大主教练卡纳瓦罗之后,博阿斯也再次成为黄马的候选人之一,不难看出球队正在寻找年轻的教练接手球队。 不可否认的是,想要执教黄马这样的豪门球队并不容易。 如果博阿斯拿下黄马的笑边,他真能向外界传闻的留住C罗和贝尔还是个未知数。